屎兄姐妹平安 但是过去这一年 全球经济的变化实在太快了 可能我们有一些老一辈的人 还碰过这样子的事情 可能也没有真正碰过 因为台湾在当时并没有那么严重 台湾是慢慢起飞 所以这一次这一波的经济变化实在太大 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想不只是说台湾是这种感觉 全世界都是这种感觉 所以在去年的下半年 我就想说要传讲一次这样子的信息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圣经当中 有关怎么样看待钱财跟财宝的问题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子的信息 对他来说钱财财宝不是他很大的影响 可是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钱财在我们的心里当中有一定的地位 所以如果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 或许对我们个人有一些帮助 或许我们也可以帮助有一些有需要的人 去年开始的这一波的经济的萧条 在金融商品上面 很多人说 我不是很了解 对经济的事情 很多人说至少说得了50%以上 这个对于那一些投资的人而言实在是伤害很大 他想都没有想到我们先不管他当时的用意是为了保值 还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 我们先不管 但是整个的情况就让投资人伤害非常的大 而在未来的景气上面呢 有的人认为既然全球各国的政府都在努力抢救经济 所以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就付出 这个是最乐观的人的说法 最乐观的人说法 其实这个道理也不会错 如果全球所有的人都一起努力 问题是谁要先努力 对吗 大家都说不要消费啊 那么只要大家都消费 大概也不太问题不太大 问题是谁要消费了呢 那么你先消费吗 那这是有关经济的问题 我不是很懂 我其实读高中的时候 我的第一志愿是经济 我成绩不好 没考上第一志愿 所以只好去念法律 你知道当时法律是没人念的 那现在又到了有人念 现在又快要没人念了 对不对 所以十年何东十年何西就是这样 我当时想念经济 不然没有念上 我认为读经济的人是脑筋最好的人 我自以为最想去念 可是没考上 经济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有的人估计说几个月 只要全球各国政府都在抢救了 一定很快就起来 但是也有人说 这是自1929年以来 经济大萧条的另外一波 可能要几十年才恢复以前的荣景 不过多数人认为至少要几年 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要几年 但无论如何 许多人对于未来忧心不已 是已经确定的 大家都担心 都担心会变成怎么样 甚至有些家庭已经因着过去这些日子的财务缩水 或者家人失业而陷入仇云产物之中 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不只是台湾如此 在很多国家都这样 很多国家都这样 如果我们看过落后国家 跟所谓的先进国家 他们的整体建设的差距 可能我们真的会很害怕 真的会很害怕 因为一旦萧条以后的那种情况 是一个很大 对我们来说 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以前都已经这样用了 现在要缩水 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 是很羡慕菲律宾这个国家 当时十个台湾的大的旅馆 是不是叫什么 什么大的那个 六个还是四个 是菲律宾华侨来投资的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当时一个Peso 可以换十一块台币 一块台币可以换十一块日币 当时是这样子 可是菲律宾成几何时变成这样 成几何时变成这样 当然我现在讲的时候 它是一个比较的状况 全球各国现在面临一样的状况 就是我们如果经济萧条 会变成怎么样呢 或许我们真的会很简单 如果看过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 如果我们想一想 如果台湾有一天萧条到一个地步怎么办 但是我在说 这个是全世界的问题 全世界会因为这一次的经济变成怎么样 没有人敢预测 很多人都在预测 事后都说 你看问题是百分之九 所有人都猜错了 其实这百分之一的人呢 他猜对的人呢 他是不小心猜对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 那为什么我们那么紧张呢 弟兄姐妹 因为这里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大家的 你先不要管别人 我就问你 请问你的财户缩水 你紧张吗 紧张不紧张 不紧张啊 感谢主 紧不紧张啊 紧张啊 紧张啊 紧张 怎么会不紧张呢 对我们而言 财宝 钱财 财物 真的那么重要吗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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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回答是表示 你没有受影响嘛 如果你真的受影响 你真的会紧张哎 如果财富一直在缩水 你会真的会很紧张 当然很重要吗 当然会紧张吗 为什么呢 因为钱财官司很多东西 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 或最落后的 台湾一定有这种状况的 就是钱财财物 可能关乎一个人生存与否啊 有些地方 你有钱就活下去 没有钱就活不下去 还有这种地方啊 全世界 昨天我跟一个跟一个 世界展望会的一个同工 世界展望会的可能在一起交通 他就说 他说他们去过一些国家 那些国家是那个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的人 台湾也有嘛 就我们叫街友或者游民 对不对 他说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是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人 就是说 他们家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或者你如果你在美国 你在别的国家 我看到一个人无家可归 他说他们那个地方是 整家人都无家可归 全部睡在地上 我听到这边 我已经很难过了 他又补了一句 他说而且是 好几代都这样的 你不是说一代 那没有话讲吗 他说好几代都这样的 所以有些人会饿死 有些地方 你没有钱 他就饿死病死 能死热死 所以我就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那台湾世界展望会 一年的八千十多岁 他告诉我二十几亿 我听到我真的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 原来有这么多人捐钱 这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需要被帮助的人 所以有些地方是没有钱 就会饿死的 就真的会冷死的 在印度 在非洲 在有些那些国家 就是有这种状况的 就是这些国家 但是有些地区没那么严重 台湾也没有这种事情 就是第二 有钱财 没钱财 有财务 没财务 官权一个人的安全与否 就是说你不会死啦 可是有钱你就安全 没有钱你就不安全 我讲的不是安全感哦 安全感是主观的感觉 而不是客观的环境 我讲的是安全 有些地方是你有钱你就安全 没有钱你就不安全 安全是客观的存在 在一些落后的地方 有钱财你就有安全 没有钱财你就没有安全 虽然不会死 我有一次到上缅甸去讲到 从别人家坐飞机 然后又转弯 然后又坐了一个长途巴士 然后到个地方 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那条路呢 有人设关卡 有人设关卡 我就以为是土匪设关卡 原来不是 是政府军设关卡 那么有钱就让你过 没钱就不让你过 有钱就过 没钱靠边 有钱就保护你 没钱就不保护你 如果他不保护你 你就很就 你就有安全问题 所以不一定有生命问题 却有安全问题 可是有钱没钱 有不一定也是生存问题 安全问题 如果这两个都不是问题 就牵涉了舒适与否的问题 就是有钱你就舒服一点 没有钱你就不是那么的舒服 这个不关乎你的安全 都安全的 也不关乎你的生死 大概不会死掉 可是有钱没钱 关乎你舒服不舒服啊 1990年代 我到内地去培训 其实我并不是没有 没有经过很落后的生长环境 不是没有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台北 我很小的时候 五十几年 五十几年 就搬到南部去 一个很乡下的乡村 全校没有学生穿鞋子 因为我们要从台北搬过去 在台北就要穿鞋子 不然的话很奇怪 可是全校没有学生穿鞋子的 小学 我都过过这种 也经过这种环境啊 上厕所哪里上 香蕉园上啊 香蕉园 就是到香蕉园里面去 我们当中 很多人有经过这样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到香蕉园上 厕所是公用的厕所 我们不敢去的 小孩子怕掉下去 因为没有灯暗暗的 然后就是两个木板 你要 你要能平衡才行 我们也不是没有经过这样子 可是到了那边去之后呢 就发觉 真的很穷 我到内地去的时候 他们对我们就很好 因为我们是老师嘛 就给我们一个房间 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 可是他早上 他就到了那边 他就说送饭来给我们吃 我们跟学生分开来吃的 我到最后一天才看到他们吃什么 我看到我简直吓坏 可是他们送给我们吃 我们也吃不下去 我在那培训时间 我第一天去他们就就就就 说老师你的饭来了 他们端过来 一放上去那个味道 真的很不好 有一碗米饭 有一两个窝窝头 然后就是一两盘菜 已经很好了 可是这个菜我吃不下去 为什么吃不下去呢 不是不好 是不习惯吃 是这么小只的 像我有大拇指这么小 我还更小 小拇指这么小的 青蛙 青蛙 然后青蛙是整只的 就他抓到的话 就这样洗洗 就炒成一盘 里面有几十只的青蛙 当然没有剥皮嘛 对不对 手脚都在嘛 头也在 就整只的嘛 就叫我吃 然后他给我吃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办法吃 我就一直祷告 然后夹起来又放下去 夹起来又放下去 后来我就拿去给他们说 我说我吃不习惯这个东西 他说李长老 这个是我们这里最好最好的 我们特别预备的 我说我 我们不习惯吃这个东西 我实在很不好意思 我实在很不好意思 我就这样子 好像看不起别人 其实不是看不起 就是吞不下去嘛 就吞不下去啊 就咬了也不 就不知道怎么放到嘴巴里面去 后来我就喊给他们 他说这个东西不能 你不吃啊 就几个 哗下就没有了 吃高兴的不得了 我们都没办法吃 非常的穷 在那个地方 不是安全问题 没有安全问题 不是生命问题 没有生命的问题 可是不舒服 后来晚上睡觉了 我就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 我就进到房间里面去 那个床的四只脚 不一样高低 后来我就 我就下去看着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有的脚是断掉的 所以他就用 去砍了木头 然后把它绑起来 这样就很难平衡 对不对 就虽然在床上 那我就想说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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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就把棉被打开来 一打开来有一股霉味 我告诉你 我的感觉 那个被是湿的 就很潮 很潮 没有生命问题 可是我相信那个区域 有些人 不会睡这么不舒服的地方 舒服的 因为有钱 所以有钱没钱 它在什么地方 它在你舒服不舒服 如果你有钱 它就是舒服一点 没钱 就不舒服一点点 不过我想 这三种状况 台湾已经不太多了 尤其在我们教会 大概不太多了 北部不太多了 不是没有人 不太多了 不太多了 当然有钱没钱 有的时候也不关乎生死 也不关乎安全 也不关乎舒适与否而已 而是关乎 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享受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够享受更多 有钱人没钱人的差距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有钱人要买东西的时候 他是说我要不要买 没钱人要买东西的时候 是我能不能买 我能不能买 如果你考虑的时候 说我要不要买 大概你就是比较有钱相对的 如果说我能不能买这个东西 相对的没钱 台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部分的人是 我能不能买 或者我要不要买 这个关乎我享受多少的问题 如果更进一步再下去呢 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就是能买的都买了 我也够了 我也够多了 我都这样 我都够享受了 那还有什么差别 有差别 有差别 如果再下去 有多的钱的问题 这不是享受不享受的问题 而是当我们都有足够的享受的时候 我们想要怎么用 也都还能用的时候 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钱财到底给人什么感觉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钱财真的不是能不能用 可不可以用 够不够用的问题 而是比谁比较多 弟兄姐妹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谁比较多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不要管谁比较多 你现在不要管谁比较多 你就想你自己 我请问你够了没 够了没 你们都不敢点头 够了没 够了 够了 如果你只问你自己 够了 够了 可是为什么他比我多 这是我的问题 够了 够生活了吗 够了 我问一个问题 我没有造成这个结果 不过我问一个问题 我昨天问一个人这个问题了 一年之内不要买穿的 包括鞋子 内衣 内裤 袜子 领带 衣服 全部都不要买 一年之内 不买 你不要举手 你不能的 我所谓不能是真正不能 不是情绪能不能 情绪很多人是永远不能了 就你够不够 你一年不买够不够穿 够不够 我昨天问那个人他什么 他说三年都没有问题 是他台湾的大部分人 三年不买都可以 可是你千万不要不买 我的意思是 如果大家都这样 经济更糟糕了 经济更糟糕了 可是我们真的够了没有 够了 如果你不要跟别人比够了 够了 吃的不够吗 够不够 我们现在有的存款 我们现在有的 还有的一点点微薄的收入 如果不要再有 产生更大的变化 够不够 差不多够吧 可是问题不在这边 因为很多时候钱不是 你感觉够不够的问题 是别人怎么看我的问题 或者其实那个也不是问题 是我怎么看别人的问题 我怎么看别人的问题 我前不久打电话 有个同学 他的月收入大概是我的两年收入 同班同学 为什么差距那么大 我前几天到一个弟兄家里面去 他的同班同学是马英九 为什么差距那么大 这是比较出来的 钱也是这样 所以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说一个人月入五万块新台币 跟月入五十万新台币 差距很大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当然同意啊 五万跟五十万怎么差距不大 差距很大 很大 很大 那我问你 一个人月入五百万台币 跟五千万台币 差距大不大 大不大 你想清楚大不大 大不大 我告诉你不大了 因为没影响 真的没影响 因为你 因为那是数字的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有钱人说的 如果是没钱人说的 讲风凉话 是有钱人在说的 他说那个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因为那是比谁有钱而已 那比谁有钱你永远比不过的 如果你要这样永远没有办法 当然不只是别人眼光 钱才还观色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要留多少给子孙的问题 最近有一个大户过世了 对不对 所以他的财产就开始分 多了一房出来 原来那一房没有出来 每一个人四十三亿子女 太太不串 四十三亿 后来多了这一房三个孩子算出来 平均一个人生下多少 三十四亿 早几亿 多不多 多不多 你敢说不多 九亿耶 你敢说不多 可是对他们呢 我告诉你感觉更多 感觉差九亿差很多 因为他要留给谁 子孙 留多少给子孙是够的呢 永远不够多 永远不够多 所以钱财真的很重要 我们应该准确的说 很少人能够不看重钱财的 不看重钱财的 圣经上并没有否认钱财很重要 没有否认这件事情 可是圣经上怎么说这件事情呢 是 钱财关乎我们的生存 关乎我们的安全 关乎我们的舒适与否 关乎我们的享受的多寡 关乎别人看我们的眼光 关乎我们子孙后代 可是真的有钱就不忧虑了吗 请问这一波这样子的结果是 有钱人比较忧虑还是穷人比较忧虑 真的 真的 穷人500万变成250万 对不对 那有钱人4亿变成2亿 我们假设这样 你觉得谁比较忧虑啊 你一定说穷人 但你就是穷人 当你说有钱人就是你 就是有钱人 因为每一个人的忧虑 有每一个人的忧虑 我们真的很忧虑 而且我们人很奇怪 不会看剩下来的 对不对 照理说有钱人4亿变成2亿 他应该看什么 还有什么 可他不会这样想的 他说什么 我少了2亿耶 我少了2亿有多少 你才少250万啊 你有什么好忧虑的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真的有钱就能不忧虑吗 没钱就一定会忧虑吗 主耶稣怎么说的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第十第六章19到21节 那你可以翻开圣经 或者你可以拿到讲义来 我们只要填三个 四个空格就好了 第一 第一 19到21节 圣经上讲到 钱财和忧虑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19到21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请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嗅坏 有贼蛙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第一点 主耶稣说 说有钱财 有财宝 我们的心 可以 仍然忧虑 你愿意写把它写下来 仍然忧虑 我们的心可以仍然忧虑 有财宝 有钱财 我们的心 可以 仍然忧虑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主耶稣提到财宝 跟我们心的关系 主耶稣说 有一个人 他的财宝 和他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主耶稣说 人的心跟财宝 是连在一起的 会有人说 没有财宝 我怎么能安心呢 我怎么能放心呢 这个是主观的 这个是在我们里面的 存在我们内心的 我们刚才说到 有钱没钱的差距 不是这里谈的 这里不再谈 有钱没钱的差距 这里在谈 当我们有钱的时候 我们忧虑不忧虑 有钱的时候 我们能安心吗 弟兄姊妹照理说 有钱安不安心 安不安心 安不安心 但是没有 人有钱的就安心 没有 没有 不可能 这里讲到了 他说如果我们有财宝 在地上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地上有虫子 要能秀化 有贼花窟窿来偷 当我们有财宝 我们怎么可能 我们就真的不担心了吗 主耶稣说 有钱不见得安心 有钱的不见得 能够不忧虑 为什么呢 耶稣是说 有钱财 有财宝 我们的心仍然会忧虑 他怎么说的 他说不要为自己 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 要能秀化 也有贼花窟窿来偷 耶稣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积攒财宝 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还是担心 已经有钱财了 他已经可以积攒财宝到 虫子来咬 如果你是刚刚够用的话 虫子还没咬 你就用了 对吗 还会财宝 会积到 会秀坏 还会埋在那里 被贼挖窟窿来偷走 你知道贼也不是 随便挖人家的吗 对不对 他总要看清楚 他这么讲的一件事情 他担心什么呢 担心地上虫子 要能秀坏 贼挖窟窿来偷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当时的财宝很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的 就是它是一种货物的方式 它是一种银票或者是一些文件布匹衣物 这是第一世纪的中东 他们很多这种是用钱财 是怕虫子咬的 是怕虫子咬的 古代那些很多地方有价值的东西都有相同的状况 就是怕虫子咬 所以当我们存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要保存好 免得有一天可能被虫子咬坏 有一个朋友就送我几幅字画 他也跟我说 这几幅字画现在值得多好 我也不知道 不过你可以留着 你可以留着 万一有一天 他用了说可以变卖 后来我也不知道这个字画是什么值钱 我就找人帮我鉴定 就把它打开来 因为它是卷轴卷起来的 有的打开来 一打开来就碎掉了 就碎掉了 因为保存保存的没有很好 那有价值的东西呢 就没价值了 因为碎掉了 有些打开来以后 通通是洞 你知道为什么洞吗 虫子咬 他怎么咬 虫子咬 他就是卷头的关系 他一咬进去就直接进去了 所以他一咬就好几个洞 不是一个洞 他直接咬进去 因为他在里面钻来钻去 钻来钻去 所以你打开来怎么样 都是洞啊 对着阳光通通照进来了 所以字画都不值钱啊 字画都不值钱啊 为什么 虫子咬啊 虫子咬啊 又会嗅坏啊 当时有一些金属质的东西 一些财物 因为没有用 因为潮湿 因为会埋在地里面 就嗅坏了 就嗅坏了 还有贼蛙窝窿来偷啊 当时虽然有类似银行这样子的地方 可是大部分还是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的 就放在自己的地方 所以就被小偷把它偷走了 那是第一世纪的情形 请问现在我们的财宝 我们的财户 连股票都有股票银行 对吗 又不放在家里 你怕什么 请问会不会有虫子咬 能嗅坏贼蛙窝窿来偷 会不会这种现象 不会了吧 不会啊 会不会 当然会啊 弟兄姐妹 我们把大部分的钱放在银行 我们说贼蛙窝窿来偷的比例也不高 真的吗 你把钱一放在银行 物价上涨 币值下跌 我问你虫子咬了没 秀坏了没 我们教会和伯伯和妈妈的儿子在澳洲 安利多牧师 我就跑去参加 跑去参加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说 澳币 原来前不久还1比28财币 结果在几个月之内 政府决定把它一次贬到底 一次他们就政府作为一次贬到底 变成1比21财币 严重不严重 早知道当时就要把澳币怎么样 换成台币 你们都懂 可是你不要换错 你要换错一来一回就不得了 对不对 这都会差 其实我真的不懂 他们就刚刚过去 我听不懂 他们就说 当时早知道就把它全部换成台币 对不对 然后现在怎么样 再换回去 就增加33.3% 对不对 我是不会算 不过管他的 反正才增加了 可是你没搞好就是什么 虫子咬啊 能锈坏啊 能锈坏啊 很多人把台币说 不稳定 买黄金 买美金 买股票 买房地产 投资 钻石 但这不一定都靠得住的 有的时候就碰到虫子咬了 房子可能叠价 有的房子 买了一平一百万 现在剩下七十万 八十万 这个不是虫子咬啊 这个不是能锈坏 美金可能贬值 你可能买的东西 可能贬值 当然也有可能升值 股票可能跌得很严重 但是有人说 那把钱帮在银行里面 我都不动 我至少保本 不一定 那是台湾 少为政府 还会把这个东西看好 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 根本不理你的 银行倒 谁倒霉 谁放钱在里面 谁倒霉 那不是贼挖窟窿来偷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有钱 我们的心就不忧虑了吗 耶稣说没有这回事情的 有钱我们仍然忧虑的 可是这个问题 在我们当中 当然我们能够 能够了解最好 最重要的 还是下面那一点 是没有财宝的问题 如果我们财宝越来越少的问题 我们怎么办呢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不仅提到有财宝 我们的心可以仍然忧虑 他提到另外一件事情 来劝当时的人 他说没有财宝 我们的心也可以不再忧虑 我想对我这个比较重要 第二点 没有财宝 没有钱财 我们的心可以不再忧虑 你写下来 不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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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怎么说的呢 到底今天 当我们没有财宝 我们没有钱财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不是也可以 不再忧虑 我们来念25到30节 好吧 我念一节 请你们念一节 25到30 我念单数节 你们念双数节 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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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告诉你们 耶稣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私律史寿数多加一克呢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索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在这边 在这边主耶稣告诉他们的门徒说 没有财宝 没有钱财 我们的心也可以 不再忧虑 也可以不再忧虑 耶稣怎么说的呢 耶稣告诉他们说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那我们来看耶稣讲这个话 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在吃的方面 神如果看顾飞鸟 神难道不看顾人吗 在穿的上面 神如果为野地的百合花装饰 神难道做事人 没有衣服穿吗 弟兄姐妹 今天到底我们的安全感 是建立在哪里 是建立在物质上面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你注意听 主耶稣在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还是建立在知道我们的身体 和生命是神所创造 神会保护 神会看顾的 其实差别在这边 差别在这边 其实主耶稣讲这个话有点严厉 等下我讲的是 我是照圣经讲的 事实上今天我们并不是因为吃不足 喝不够穿不暖而忧虑的 对吗 不是 我们是跟人比较出来而忧虑的 如果我们跟别人比较 刚才我们说过 如果我们只看自己够不够吃 够不穿 够不够用 已经够了 大多数的 我想我们今天在做的 学到处已经够了 是够吃够穿够用 而且如果不买 大概一年也不用 也没问题 大概用我们一些存款 大概一年也还不是问题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不是问题 可是我们还是很忧虑 我们忧虑我们会没有 我们怕这个东西 有的人说对啊是的 今天我今天够啊 我今天够吃够穿够用 可是我两年之后呢 我就不够了 我算一算两年之后我就不够了 下面不是我说的 下面不是我说的 我两年就不够吃不够穿不够用啦 主耶稣说你确定你还会过两年吗 你确定你还会过两年吗 主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嘛 身体不胜于衣裳嘛 我们一直讲说两年我就不够了 你我能不能福到两年以后你把我来 前几天因为放假嘛连续假期 我就说带我儿子去开高速公路 因为他已经会开车 我就说带他去开高速公路 我太太就说很危险 我说二十岁了嘛对不对 二十多岁了你就让他开高速公路嘛 你就要开我坐在旁边嘛 那其实开的人不紧张 坐的人怎么样 屁股都没坐在垫子上对不对 可是我就装着一部很舒服的样子 你一直这样才能 他鼓励他开车嘛 可是那我太太就没有办法 他就让他开 让他开 后来回来就看电视 看到就存在 你给我说你看 你们看到电视没啊 有一家三兄弟 他开车开得好好的 他又没有违规 他又没有怎么样 人家那个拇指车的指车 脱落 一撞撞上去三个人都烧死了 那我们只要感谢主 还好我们尚告诉我们没有这样 我不是讲那三个人的问题 我不是讲我们家的问题 我们谁敢说养幼还无诊 这是耶稣说的 所以他说啊 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指寿数多加一克呢 你知道一克是多少吗 一克是一个小时 这里一克是一个小时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指寿数多加一克呢 我们忧虑的要死 好像我们要活十年 所以存十年的钱 神说你急什么 我们今天够 我们今天够 下面还会讲 我们今天够就用了 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多加一克呢 耶稣怎么说的 二十五节 我们看二十五节 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因为生命不是吃喝的问题 生命在神的手上 他说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我们为身体穿什么而忧虑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得什么病 对不对 我有一直碰到一个人 他是一个身体非常好 六十几岁的老先生 提早就退休了 很会养生啊 每天都运动 身体好都不得了 打乒乓球 南部七线市 第一名还第二名 六十几岁跟人家参加那种乒乓球的 当然都是他们有分年龄的 不是跟那二十几岁打那当然不行了 他就好得很啊 一直都没有病 从来不进医院 后来呢 一进医院身体检查 一检查末期 谁知道啊 谁知道 我们谁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呢 没有人可以使我们身体健康起来 感谢主给我们很多的医生可以帮助我们 可是医生最大的挫折是 看起来要死都死不了 看起来不会死都死掉了 哪有办法呢 身体健康不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 医生也是如此 身体也是如此 可是主耶稣怎么说 他说天荡的飞鸟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仓里 你们的天物尚且也很过大 何况我们这些人又种又收 又继续在仓里 我请问你种不种 种啊 你收不收 你又不继续在仓里 那我们忧虑什么 主耶稣不要忧虑这些东西 叫我们看 叫我们想 一场也是这样 他说野地的百合花没有活多久 没有活多久 今天活着 明天就丢在炉里 天父养活他 天父给他装饰 神所爱的 我们这些又老苦又仿线 神会不给我们穿衣服吗 耶稣告诉我们看重生命 看重身体 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而看重生命跟看重身体 是看神 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 是看自己 所以耶稣叫我们眼睛要看 看什么 耶稣在这里对那些 没有这么多钱财 你知道那些门徒是 没有太多钱财的人 那跟随耶稣要撇下一切 他对他们说 你不见得有这么多 可是你的心可以不要丢虑 只要我们常看 常想 真的 我们就不常看天上 我们不常看神的手 我们常看地上 我们常看自己的手 如果我们常看天上 常看神的手 我们就不至于过于操心 不至于过于操心 我刚才知道 我到那个很穷的地方去 后来我要回来的时候 我就心里很作难 因为他们一个传道人 一个月的生活费 当时生活费 交通费 传道费 加上全部加起来传道的 一个月只要150人民币 对 多还少 一个月 只要150人民币就好了 我就心里想说 哇 150人民币可以让一个传道人活 我一个月还连传道费 我就想说 去弄一点钱给他们 但我也留一点点钱给他们 让他们有几个人 他们几年之内 那真的没有多少钱 你换下来 台币就没有多少钱 可是我就在那边想说 怎么样弄更多的钱进来 那十几年前 我就在那边想 我就站在那个 我刚才讲的小房间的门口 后来那是很冷的早春 天空飞下来两只麻雀就在地上 那时候还没长东西出来 所以他就啄那个土 一直啄土 我就在想说 穷的连东西都没得吃 我就看了两只麻雀 连草都没有 因为我刚刚才从那学生的房间出来 餐厅出来 他们吃了什么东西啊 根本就没有东西吃 吃不到东西 我心里很难过 就在看了 那鸟在那边煮 我就想说 怎么弄点钱进来 不然我仔细一看 连那两只麻雀都好肥哦 那个经文就进来 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场里 天不丧血养活它 我现在很清楚 神经有感动 他说你回台湾去 这里关你什么事 我本来想说 要去弄点钱 神说我自己想办法养这些传道 他还需要你想 后来我回来之后 我去发现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在没有传道人的情况之下 他那种情况之下 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 那个基督的比例比我们还高 台湾最近比较高一点的 到四点多了 你知道大陆多少了吗 保守估计是七 保守估计是七 怎么会这样呢 天赋养活啊 我们不常看天上的飞鸟 我们不常想野地的百合花 今后如果你忧虑 当然是因为没有钱忧虑 有钱也很难不忧虑 但是如果你没有钱在忧虑的时候 你到天上 你到路上走的时候 天上如果有飞鸟过去的时候 你停一下看看它 地上如果有花 看看它 可以不忧虑的 生命重于饮食 身体重于衣裳 主耶稣说 不要用力 不要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自己的努力 思虑和财务的永远上 我们要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创造 神的护理 在恩典上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流量会担心 即使我们看了天上的飞鸟 我们看了野地的百合花 想了野地的百合花 我们还是会忧虑 所以主耶稣就在讲下面一段 我们来读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三十一三十九 我们一起读 三十一到三十九 我们一起读预备情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部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现在来到更紧张的状况了 因为只剩下今天的 他这就是明天的忧虑 所以连明天都忧虑了 我们今天很多人是 未雨绸缪 想两年三年五年八年怎么办 还想儿生怎么办 对不对 他是说明天 可是这里明天这一件事情 主耶稣讲两件事 第一 神知道的 三十二节最后面 神知道的 三十三节神加给的 所以主耶稣对于那个 那个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 神说他知道 他加点 主耶稣告诉我们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不要努力 我们正式要为明天努力 可是我们所吃的穿的用的 神已经知道了 我们到底要多少台够呢 主耶稣今天够就好 我知道讲这个话 大部分人做不到 可能连无意就不到 可是主耶稣告诉当时的门徒 他们真的 有可能明天都没有 主耶稣说 不要紧张 我们人有很多努力的计划 想要怎么样 想要怎么样 可是耶稣说单一天的难处 天父是知道的 你知道天父知道这些很伟大 我记得小孩子的时候 我儿子有一天在上小学的时候 他就跟他妈妈说 说过几天我们有校外教学 他妈妈说好 他就说要去什么地方 要去成功高中的蝴蝶馆 他妈妈说好 他说你可以参加 因为学校要出去 就只有一两个老师 要一堆的学生拉出去 很麻烦 所以要不要自怨妈妈 那就有些家庭主不就 他那我们就去 他就几个去 他就说他还报名 然后他就跟他说 要预备电板 因为要写东西 要预备笔记本 要预备吃的 他讲了 妈妈说好 知道了 问题是从那个时候到 那一天中间有好几天 每天孩子都问这个问题 你预备了没有 妈妈说你担心什么呢 又还没有要去 你预备了没有呢 妈妈就说你不用担心 到时候就有的 他就说不是 你预备了没有 就每天问我记得 每天问 到了前面还问说 预备了没有 妈妈说预备了 预备了 他就说那在哪里呢 妈妈说你急什么呢 对不对 又不是今天去 明天才去 他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问什么 预备了没有 妈妈说预备了 你去看 晚上再去买就来得及 因为他是妈妈 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问谁 预备了没有 我们就是放行不下 主耶稣说 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知道的 你的难处 他知道的 你的需要 他知道的 你的委屈 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 他如果知道的 你什么都重要 他如果不知道 你们可快想问他 他知道的 主耶稣说 他知道的 他已经知道的 他告诉我们 就说我知道了 你们的天度是知道的 而且不仅仅在告诉他们 说你们就不要求这个事了 你们求点别的事 你求点别的事 这些东西加给你的 有的时候我们太担心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担心到的 我们忘掉我们的祷告 大家都说 我们担心神不会为我们预备 可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 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 你们的天度 是知道的 针对钱财跟财宝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都敢把他的儿子 神都敢把他的儿子 从亭上财到地上来 因为我们定在自己家旁 我们担心了 我知道担心的 我自己也担心的 可是耶稣告诉我们 不要担心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 今年才是第一年的 今年的开始 后面还有一个蛮长的时间 我们可能会越来越糟 可能 我们也可能越来越好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不知道没有关系 怎么样 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 我们仰望他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第三点 主要说结论下来什么 下来21到24节 我们来读21到24节 预备 请 第三点 什么是影响我们 忧不忧虑这种因素呢 其实忧不忧虑 并不在于财宝的多广 忧不忧虑在我们心 在我们的心 什么叫做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呢 耶稣是告诉他的门徒说 真正影响我们的是心 是我们的思想 是我们的想法 而不是我们有没有财宝 所以他来在前面说 有财宝 我们可以仍然忧虑啊 没有财宝 我们心可以不再忧虑 其实我们的问题 在于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 放在地上的财宝 我们眼睛就定睛在地上 如果我们把眼目 如果我们的财宝 在天上 那至于这财宝在天上 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不讲 你的心就在天上 什么才是印象 我们的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我们心灵的眼睛 如果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了 如果我们打开了 心灵的心灵 我们能吃多少 我们能穿多少 三针海味 真的比一个馒头 更好吃吗 不适合 那是心的问题吗 那是心的问题吗 有时候你看到 那个谈恋爱当中的男女 在分一个馒头 那个满足的那个样子 是真的馒头吗 他们吃的时候 你一口 我一口 吃得高兴的那个样子 你看旁边一桌 满桌的酒席 夫妻两个吵架在那边 有没有 根本吃不下去 所以不是物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边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的眼睛要聊天 要聊天 求主帮助我们 新的一年 第一次我们就跟主说 求你帮助 求你帮助 让我心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 我们的二十四节就结束了 预备亲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众这个亲这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这里讲到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看重钱 不是这个意思 是当我们的心看重什么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思想都在那个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整个人就投入在那上面 钱财物笔我们的心 我们一直看着钱财的时候 我们会没办法看到神 没办法看到神的恩典 可是我们眼目注目在神身上的时候 这一切多少 神知道的 我们就仰望主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 不仅在钱财 如果在别的事情 我们也这样 真是感谢主 真是感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 我们就下定决心 好好来跟随他 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求你让我们 不侍奉马门 不侍奉我们自己 不侍奉我们的感觉 不侍奉别人的眼光 不侍奉我们的老板 不侍奉我们的儿女 不侍奉我们的家庭 能超过你 主 因为只有当我们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 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些案子顺序 抬在你的面前 谢谢主的恩典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带助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当中 有一些弟兄姐妹 家里有实在的难处 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有一些人 在他的赤海路上面 有实在的难处 主 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些人 在他的婚姻里面 有实在的难处 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 有些人在他的家庭里面 亲子关心 有实在的难处 主 我们知道我们刚刚有些弟兄姐妹 心里面有难处 我们来到我们的面前 那新的一年 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 而让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天上的飞鸟 看你野地的百合 看你的创造 看你的心思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我们是一个人的爱好 我们帮助你们就别吃 我们便宜了